当年各大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崛起 超级星光大道 超级偶像 替素人实现歌手梦也捧红了不少明星 不过 当年获得超偶 季军的林宗星星途却走得相当不顺 他自掏腰包 欲借百万发专辑 最终销量惨淡 近日他突然在脸书爆料 自己改卖便当为生 画面溢出让许多网友都扑吃一笑 据三立娱乐报道 不像同期选手张云金黄文新爆红 林宗星签的唱片公司没有发片想法 他主动解约 并向爸爸借了百万 才发行了EP和专辑 独奈状况并没有好转 一路走来再服在城 在金曲歌王荒山亮的鼓励下 他推出了台语专辑 要写整张台语歌 其实压力很大 要注意词汇运缴角的问题 没想到音乐推出后 竟让他接下台语节目 画山画水画玲珑主持棒 和综艺大哥彭恰恰合作 唯一其首次录影 他根本不敢接话 还向彭恰恰疯狂道歉 他也感谢彭恰恰愿意给机会 彭哥要我尽量玩 不要太知识化 我现在还敢在节目上挥他 近日 林宗星将在南台湾摩托演出 他推出宣传照片 不经自嘲 远看感觉像我在卖便当 当一日店长 也是可以 照片里 海报一边是便当广告 一边是宣传演出 他干脆顺势利用 对众网友喊话 中午时段推出精致便当 附近上班的朋友 可前往用餐哦 狂想便当吧 每月一次蓝色狂想演唱 不少网友都买单 逗趣回应 店长您好 肖像被拿出来招生意 真是高招 宗星严选 真心推荐 真的有主厨脸 说服力很强压 在台上热情开场 充满摇滚魂的林宗星 私下也爱其重机 他坦言 未婚前有两台哈雷 三台尾试牌 现在只留了两台过过瘾 每周 他都会抽空骑车 外出放风 感谢老婆给予极大自由 我平常不抽烟 也不喝酒 玩车是唯一的输压方式 婚前叫追求速度感 婚后则有顾虑 认为一切以安全为优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